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节目 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好的 我们来看 央视焦点访谈栏目 昨晚播出专题报道 点赞厦门分级诊聊 第十九届投下会组委会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 本届投下会已吸引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会 我是小学级初中一年级部分学科 九月开学将使用新教材 环岛路岸线生态修复工程之一 环岛路长尾郊至五通段岸线整治和沙滩修复工程 部分基础施工已完成 厦门走出去服务联盟今天成立 厦门境外投资服务平台也同时上线 今天是2016年的8月24号 星期三农历7月22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8月19号到20号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指出 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不断完善制度扩展服务提高质量 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 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 昨晚中央电视台一套焦点访谈栏目中播出了题目为 迈向健康中国新征程的专题报道 解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 厦门三师共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和患者 向基层双下沉的经验 被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解析 从看病难 每次看病都要飘洋过海 到看病方便 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古浪雨岛上的居民 对看病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呢 带着这个疑问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摄制组进行了调查 加入古浪雨的高血压患者蔡玉梅 患高血压已经多年 去年老人出现了胸闷心痛的症状 一开始他找到社区医院的全科医生进行检查 不过由于当时全科医生缺乏临床经验 最后很多古浪雨居民不得不做轮渡 到岛内三甲医院寻求专家治疗 大量常见病患者来到三甲医院 无形中挤占了优质医疗资源 这样专家们很辛苦也体现不了他们的专业价值 因此如何让专家下沉到社区 让基层社区医院的医生水平提升就成为了改革的关键 这就需要大医院的有经验的专家能够到基层去 到社区去来代教我们的社区医生 让他们的水平逐渐提升起来 专家到基层去 一个是把技术带下去 第二个把病人带下去 因为病人是跟着医生走的 尤其他相信大医院的这些有经验的专家 但是让专家下社区把门诊开到社区医院 不仅增加了专家们的工作量 也影响了三级医院的经济收入 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是焦点访谈设置组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为了提升医生到社区做诊的积极性 厦门市给下社区的医生发放补贴 每次补助150元到300元 还把医生的职称晋级跟下社区挂钩 同时厦门市政府将三级综合医院的出院补助 从每个病人150元提高到了300元 现在在鼓浪雨 像蔡韵梅这样的老人 不用再做轮渡去岛内的大医院了 因为她在社区有健康管理师和全科医生 进行日常监管 有了问题还可以去找在社区医院的专家 从去年开始 厦门市十家三级医院向全市38个社区医院 先后派出了121名专科医生定期坐诊 同时取消了三级医院高血压和糖尿病的 普通门诊免收社区医院的专家门诊费 进一步引导患者留在社区 厦门在分级诊疗上的创新尝试 更重要的是通过细致的服务 患者和医生的心越走越近 我感觉到住在鼓浪雨 有这样的医生直接来给我们看病 是最大的福气 除了中央电视台一套焦点访谈栏目的重点报道 8月20号在中央电视台二套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的 健康中国服务的变革节目中 厦门分级诊疗突破三大难的变革经验和惠民成效 也被重点推出 占了相关篇幅的80% 本台记者报道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下谈会将于今年9月8号到11号 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昨天下午 第十九届投下会组委会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本届大会将紧扣一带一路推动双向投资这一主题举办系列活动 截至目前已经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设立展位 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会 投下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 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在发布会上表示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办的投下会 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促进双向投资为目的的国际性投资促进活动 本届投下会紧扣全球经济发展新形式和跨国投资新趋势 努力提升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水平 着力打造双向投资促进 政策信息发布 投资趋势研讨三大平台 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福建省副省长梁建勇 介绍了本届投下会的相关看点 他表示 福建已成为中国最具成长性和竞争力的区域之一 希望各媒体在今年投下会期间实地采访亲身感受 通过镜头和文字 把福建的能力与故事传播到海内外 据了解 本届投下会将继续融入国家战略 彰显一带一路主题 设立新丝绸之路专题展区 首次举办思路对话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即国际产能合作研讨会 并举办新丝绸之路发展交流会等 系列高端商务活动 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发展新上级 作为投下会的重头戏 2016国际投资论坛 将以新理念新发展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为主题 联合国公发组织总干事李永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毅夫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等 将例会演讲 在规模上 本届投下会展览面积再创新高 达到13.8万平方米 6000个展位 规模为历史之最 大会分别设有投资主题馆 产业招商馆和商品贸易馆 首次设立的商品贸易馆里 包含有跨境电商精品展区 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展区 目前已经有俄罗斯日本 阿联酋巴西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 确定参展 参展面积近2万平方米 另外 今年报名餐会的国家和团组 同样热情高涨 组委会会务部部长 厦门市副市长倪超出席了发布会 记者方方陈秀赵北京报道 昨天我们一起了解了 驻守在东南第一哨 角语岛的官兵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爱护 将荒凉的海上上甘岭 建设成为海上花园的故事 而角语岛作为海防前线的军事地位 不言而喻 一代代首岛官兵 更是在这里历练自我 奉献火热的赤子心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感受 角语官兵的另一面 感受他们铁骨蒸蒸的树岛情 一声哨响 全体战士集合 开始了每天的必修课 五公里晨跑 十五分钟绕岛三圈 战士们环岛跑的这条路 被他们称作角语环岛路 是岛上最长风景最美的路 然而十几年前 别说环岛跑步 在角语岛上就连简单出行都是问题 特别一下雨道路泥泞湿滑 战士们夜间放哨直勤 都容易摔跤 后来在厦门市委市政府 和各界人士的帮助下 岛上不仅修通了 长达1700米的环岛路 更修起了回归路 爱岛路 华美路 爱下路 小岛上的道路纵横交错 每一段路名的背后 也都有一个动人的佣军故事 雖然角语岛是一个 仅有0.19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 但军事地位极为重要 即使在和平年代 岛上官兵们也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战备意识 苦练本领 锻造出了文明侠儿的海上仙刀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 岛上的训练环境 也从曾经的一片荒芜 到现在越野跑 瞄准训练 炮兵训练的场地一应俱全 不过指导员告诉我们 他们虽然是海防连 可是由于角语周边没有平整沙滩 长久以来 他们都没有海训基地 今年八一前夕 正在修建小安新机场的上海航道局 了解到情况之后 主动帮他们填平了一大块沙滩 他们那边就帮助我们 把这一块沙滩填平 一共用了五六万方的沙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片沙滩基本是平整的 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组织一些 像沙滩足球啊 以后也可以组织一些海训一些活动 从沙滩返回的路上 我们碰到了几个士兵 他们手拿铁锹铁铲推着板车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我们要做老兵工程 什么是老兵工程 老兵工程就是我们 每一个即将退伍的 为连队做的最后一点奉献 想留点东西在部队里是吗 对 那你们这次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一个观景台 原来这些都是八月底 即将退伍的老兵们 在脚羽岛上有一个传统 那就是每个老兵在退伍前夕 都会为小岛和部队做点贡献 留下些纪念 这些士兵们选择建一个观景台 让以后的战友多一个休憩的地方 建观景台工程量可不小 所以这两天 他们都在利用午休时间 加班加点的赶工 老兵们说 除了给部队做最后一点贡献 他们每个人也都想带走 些岛上的回忆 因为脚羽永远都会是他们的家 永远都是他们的牵挂 我要带一棵小树苗回去 因为这是我们脚羽岛一个传统 每年植树节 我们都会种一些树在岛上 我会带一份脚羽岛的海水和沙回去 用一个精致一点玻璃瓶 把它给装起来 因为我们首位的就是这一片海 然后这一片海跟我们也是有了 缩短有两年的感情 所以说这个意义很不一样 正在修建的观景台前方 就是当年他们入伍登岛时 第一眼就看到的东南第一哨的旗帜 在这面旗帜前 这群九五后的年轻人 用了自己的方式 呐喊出了他们的心声 我是宇亚勋 我是区王八 我是陆凯 我是陆兴 我是陈仲 我是高人士 我叫我们是东南地上的兵 新学期就要到了 今年我是小学及初中一年级教材 将有新的变化 具体情况请倩倩给大家说一说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新学期 我是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学生的三科教材 将首次使用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教材 据了解 从下学期起 我是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的语文 道德与法治 以及初一年级的历史 都将使用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教材 也就是所谓的不编本 以语文为例 在此之前 我是使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材 俗称人教版 今年小学和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本 是教育部组织编写 其中不仅传统文化的篇目增加了 体材也更加多样 一年级的小学语文课本最大的变化是 以前是先学拼音再识字 现在是先识字再学拼音 第二个大变化 是第一册识字量减少 由400字减少到300字 并增大常用常见字的比重 减少一些和孩子生活联系不太紧密的汉字 历史方面 不编本把一些凡男就篇的内容剪掉了 并增加了很多的图片 让学生多途径的了解历史 另外从2016年起 医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起年级的 品德与生活 思想品德教材名称 将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治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厦门大学迎来了2016级的大一新生 不包含马来西亚小区在内 今年夏大的大一新生 共有4668名 每年新生报道都是大学校园里最热闹的时候 今年入学的大一新生大约出生在1998年前后 和往年一样 新生报道除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陪同 还有大包小包的行李 被子还有衣服之类的 行李之类和衣服 我们内蒙古的梦 第一次出远门离家这么远 我跟他讲 上大学就等于走上社会样子 都要靠自己了 一些都是新的嘛 反正一步一步来 厦门大学 一定是一个 就很多人都神往的大学 所以说 可能 未来四年里面就会有特别多丰富的经历什么 根据夏大的统计 不包含马来西亚小区在内 今年的大一新生共有4668名 其中1122名新生将在祥安小区就读 剩余的3546名新生在4名小区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夏大长期保持着女生远多与男生的比例 在今年略微平衡 女生只比男生多了81人 其中女生最聚集的就是新闻传播学院了 此外 今年的新生中 还有十几名00后 其中年纪最小的是2001年出生的 根据安排 今明两天新生报道后 军训将从8月27号陆续展开 新生报道和军训期间下达将不对外开放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海洋与渔业局了解到 环岛路长尾郊至五通段 岸线整治和沙滩修复工程 目前部分基础施工已经完成 接下来将启动广场等景观施工 建成后 市民游客去环岛路游玩 又将增加新去处 正在施工建设的明月广场景观工程 位于观音山冰雪世界和下金湾直升机场之间的沙滩旁 目前正在进行圆形坐凳的建设工作 项目负责人介绍 建成后的明月广场面积将达到1000多平方米 不仅有雕塑和广场景观 还将融入沿线整体的绿化慢性工程 记者了解到 像明月广场这样的景观广场将在长尾郊至五通段岸线建设四座 并增设绿化景观带 根据规划 该项目不仅将效仿环岛路其他修复节点 建设广场景观 同时还将新建一座木栈桥 和面积达14735平方米的旅游步道以及自行车道 在凤头孙附近 预计还将建设一个4570平方米的大型停车场 供旅游车辆停放 据了解 今年4月 随着环岛路长尾郊至五通段沙滩清掌施工的启动 东宅 倪金社岸段的岸线整治和沙滩修复工程 也进入实质性开工建设阶段 目前工程是这样子 东宅和倪金海域的沙滩修复 除沙工作基本上都完成了 还有排风管的街场也都完成了 那现在在做的是 主要是东宅和倪金海域的景观绿化 东宅和倪金应该在明年的17年的5月份 前后应该可以开放 可能要等到明年的年底才可以成功开放 据了解 环岛路长尾郊至五通段岸线整治 和沙滩修复工程总投资约9272万元 项目将通过大面积沙滩修复 改变该岸段原本的淤泥滩底茂 并通过系统性的综合建设提升岸线景观 经过修复后 未来该岸段将形成长2394米 滩间宽60米 滩面宽120米左右的黄金沙滩 并与光阴山沙滩景观相衔接 将整个环岛路沿线旅游景观 延伸至五通段 提升我是东海域的岸线风景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厦门走出去服务联盟正式成立 厦门境外投资服务平台 也同时上线 签约仪式上 厦门走出去服务联盟的 12家创始成员单位 分别和市发改委市商务局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据介绍 为推动我是走出去服务 走向专业化国际化常态化 在市商务局的引导下 我是12家优秀境外投资服务机构 共同牵头组建了 厦门走出去服务联盟 联盟将围绕和企业走出去 有关的财税金融 法律风险等问题 联合开展企业调研 专题研讨等活动 为我是企业赴海外投资 和开展经贸活动 保驾护航 在这个平台里面呢 有这个很多的中国企业 在面临海外投资 特别去这种发展中国家 那不可避免的会面临政治风险 我想中国信保呢 也肯定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 发挥自己的政策性作用 为企业呢提供 海外投资保险的服务 保障企业的相关的风险 同时厦门境外投资服务平台 今天也正式上线运行 该平台由网站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群构成 整合了与境外投资有关的 政府部门专业机构 商协会外事机构的力量 来共同运作 将为我是走出去企业 提供投资管理政策解读 等一站式信息服务 我们在金融财税法律商务等方面 还有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 那这样的话能够让企业 能够一站式的相当于说 所有的内容都能够在里面找到 我们还会定期搞一些线下的活动 类似于培训之类的 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企业走出去 据介绍 我是继2015年境外投资总额 突破20亿美元之后 今年以来继续保持井喷式的发展态势 1至7月 全市累计备案对外投资项目218个 同比增长3.4倍 协议投资中方投资额36.4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2倍 实际投资16.3亿美元 增长5.2倍 副市长倪超参加成立仪式 记者陈树林 陈修照 通讯员 王轩报道 今天上午 古浪与首届创意亚洲文化发展 国际论坛举行 本次论坛以桥梁 跨界创意合作为主制 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勤导 就古浪与文化遗产 艺术发展及跨界多元合作等 多个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我认为古浪与应该称得上 是整个城市的缩影 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 保护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如何让旅游发展和文化传承 并行不备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着 古浪与的保护与发展 发表了多篇最新研究文章 还有不少学者围绕古浪与身移 在文化社区文化景区等方面 展开交流探讨 文化属性文化可持续性 它的一种观照 可能作为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就文化性在这个身移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越来越突出了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了解到 我是2015年第二批保障性租赁房选房 将于30号也就是下周二举行 据介绍 参加本次选房分配的是 2015年启动新政策后的 第二批保障性租赁房申请家庭 经审核符合条件并公式的申请户 共1802户 其中410户为优先分配 及适当优先分配家庭 1392户为正常轮厚分配家庭 参加选房申请户中 4名区最多达884户 祥安区第二为455户 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定于8月30号至9月8号 为他们办理选房 按照选房规则 优先分配家庭将在第一天优先选房 适当优先家庭 则安排与正常轮厚家庭一起选房 但可以按照1比4的比例 在对列中优先选房 选房将安排在工作日进行 持续7天 9月8号下午 会对未选中房源的申请户 安排一次补选 本次提供选房的房源 共1818套 分别位于冰水小区 华陵花园 后夕花园 东方新城 阳塘居住区 滨海公寓 海新阳工公寓等7个保障房小区 除了东方新城二期 B地块的836套房源为7房外 其余982套都是现房 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将于本周六和周日 安排申请家庭现场看房 这些现房因为比较分散 在各个小区 可能楼栋化也是相对分散 那我们这次是采取 所有的现房都开放 让公申请户来看房 本台记者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你还可以关注 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会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